HELLO 各位好 草莫妞dex 今天来开始介绍新的这些偶像船 MU冰庄 那在介绍这些偶像船之前 有个比较重要的观念 必须要跟你讲一下 首先这个MU冰庄呢 可以跟原厂的舰船一起上场 那它也是属于同一个阵营的 比如说像谢飞MU冰庄 它就属于皇家阵营 那自然它也可以吃到QE的一个buff 那它本来是MU冰庄的角色 也会吃到这个 大家加MU冰庄所给予的角色 核心 那这个大家加呢 是MU冰庄里面的半个核心 因为它在开炮之后呢 有10秒可以给予这些MU冰庄的舰船 有火力还有雷庄航空的一个补证 最大加两回就是加12%嘛 所以它算是MU冰庄里面的半个核心船 还蛮重要的 那如果想要知道 比较细腻一起的这些偶像船 有哪些比较细节的分析 那我这边还有以前介绍的影片 有兴趣才去翻 总而言之 这些MU冰庄的船 它可以吃阵营科技 也可以跟这些MU冰庄的船 去做一个搭配 那另外一个 这个MU冰庄是吃图鉴收集率的 如果你想要收集100%的图鉴 这个MU冰庄 你肯定是要建好建满 另外一点就是在建船科技的部分 它不属于建船科技 所以你炼到120% 图好图满 它也不会加任何的建船科技 那取得代之的是 它反而可以吃到建船科技 所给予的属性补证 所以这些建船 比较特殊的这些点 这些概念 你必须要了解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 这些新船的一个介绍吧 好我们第一个先来看一下 这个MU大缝 偶像大缝 它的第一个技能呢 就是发动空袭 如果自身血量高于45%的时候 会扣200血 然后并且强化这个航空弹幕 一般来说啦 一般打图的时候 其实基本后排血量 都是还蛮稳的 所以扣这200血量 然后增加这个航空的伤害呢 我觉得是还好 基本上就是一个狂战士的概念 很符合它的形象 那这个弹幕呢 额外是带两个轰大机 还有两个运影机 所以整体的空袭伤害 比原厂还要大很多 因为原厂还要靠运气 去塞一些 什么彗星 流星之类的 那这个只要有血 空袭就一定会出现 这个强力的伤害 所以算是比较保证 它在空袭方面的输出 好那第二个技能 就是看MU冰砖的数量 来提高自己的航空值 最高叠4成 所以4624加24%的航空值 另外在这个血量低于35的时候呢 会触发一轮弹幕伤害 那这弹幕伤害的8%会回耐久 基本上这个弹幕的形状啊 伤害啊 除非在敌人很多 扎鱼很多的情况下 你可能可以看到 有不错的一个伤害 不过基本上还好 主要不是靠这个弹幕伤害 主要是看这个弹幕伤害后面 它会减少下一轮这个空袭的时间20% 因为都是一个反击的状态啦 所以这个技能其实很简单 重点就是加航空值 再来触发一轮反击的手段 不过这个反击手段 一般来说在正常推图的情况下很少用到 可能你大概演习过的时候 才有可能会触发这个反击的手段 好我们来综合评比一下 原厂大凤跟MU大凤 它们到底之间有什么差异 首先在原厂大凤它的血量稍微高了一点点 另外在原厂大凤 它们有一个防御的技能 就是受到比如说高爆弹的伤害 还有空袭的伤害都会减少 所以在原本的血量比较高的情况下 还有一个防御技能 所以整体的坦度 原厂的大凤 会比MU大凤来的坦很多 那另外这边MU大凤呢 会有提升这个航空值的一个技能 所以在整个提升完之后 它会来到496的航空值 所以整体在输出方面 MU大凤的输出会比原厂大凤来的更高 那其他的一些属性面板 还有效率基本上是不变 所以你可以看说 原厂大凤是比较属于坦型的大凤 那这MU大凤呢 是比较属于进攻型的大凤 大概就是这边的差距了 好那再来讲一下组队的搭配 组队搭配你可以配合长门 然后MU赤城MU大凤 然后雪峰武器 雪峰武器呢 那你可以搭配这次活动给的这个 增加耐久的武衣 还有增加回避啊 树立的这个武鞋 这样都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MU冰装的系列 同时它也是属于重鹰的成员 可以吃到长门的buff 那MU赤城就不用说了 4个MU冰装 也可以增加它的航空值 然后整体的MU赤城呢 它的航空的波段攻击也是非常的平均 那MU大凤刚刚讲的就是一波打击 非常痛的一个伤害 那雪峰坦度 无击的伤害坦度都不错 所以整体算是蛮完整 既是重鹰阵营 又是MU冰装的一个搭配 那如果你不想配合长门的话 你也可以配合传统的偶像战队 就是以大家家为主的 然后配合其他MU冰装的成员 做成一个偶像战队 那这样出去打 其实平衡度也是不错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MU8的地魔 MU8的地魔呢 第一个技能其实也是差不多的 是转换这个主炮的弹药属性 那对甲大概是100 110 120 这个素质还蛮夸张的 不过是看几率的 虽然说战斗开始一定会触发 不过后面是看几率 如果你运气好的话 这整体的这个装甲补阵 输出会非常非常的高 比原厂还高 原厂大概是85 120 85 可是原厂是常驻的 那这边是看几率的 欧洲一点 搞不好你的输出会比较高 好 那第二个技能 就是除了自己以外 有其他MU冰装 或是你后排有这个航母的角色 可以提高自身的回避 还有前排的防空 尤其是提高前排防空 这个比较稀有的一个buff 这个是很少会放在这个角色上面 好 我们来看一下原厂跟MU巴尔之间的一个比较 首先 假设后排都是放这个航母的 因为本来巴尔就是辅助航母的一个属性 有白银航母的时候会提高全队的防空 当然这边不用白银航母也可以 只要是一般的正航清航都可以 所以它这边也会提高前排的15% 所以你拆前排后排 这边补15% 这边补全队7%其实是差不多的 另外呢 它可以辅助白银航母的航空 它是提高航母的输出 那这边MU巴尔反而是提高自己的回避 提高自己的生存 就面板看来MU巴尔的生命其实还比较高一点点 然后整体配合提高回避 在回避力的素质上面也是提高了一些 所以MU巴尔在整体的生存力 确实会比原厂的来的高一些 然后还可以提高前排的一个防空 这样也是提高前排对于空袭的一个生存力 那其他的部分 比如说像是这个火力啊 还有一些装填 基本上是稍微输一点 而且武器的效率上面其实也是稍微输一点 主要是看这个更换主炮弹药的一个部分 一个是不看几率的 一个是看几率的 那如果你很欧洲的话 基本上这个补阵 会比原厂的还要很夸张的死了 那这一堆一点的话 基本上原厂的速度会是比较好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MU巴尔要怎么搭配 我们刚才也说嘛 我们可以配合一个艾塞克斯 然后配合巴尔 然后MU巴尔 这两个一起起来的话 整体的防空就很高了 尤其是前排你再配一个3D5 3D5也是一个很高的一个防空怪物 所以后面有航母 艾塞克斯可以保这个前排降低空袭的一个技能 另外在不需要靠几率的情况下 整体的航空整体的防空都可以做到有效的提升 所以以美国剑的搭配来说 这个算是新的一个舰队搭配 就以防空还有火力输出的表现上面来说 这一份是美国组队上面唯一 算是少数可以互相buff来buff去的一个好用队伍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MU大清花鱼 这个大清花鱼呢 其实跟原厂是差不多的 在氧气量提高额外20点以外 基本上都一样 技能组是一样的 上斧会发射这个鱼雷 那离场也会发射这个鱼雷 只不过是一个会造成破甲 一个会造成点燃 那基本上这些鱼雷伤害也是差不多的啦 那我们来看一下比较 那原厂跟这个偶像系列的 偶像其实血会比较少 然后火力稍微低一点 那在雷装表现也是稍微低一点 装填也稍微低一点 不过这边装填少可以靠那个氧气量来补回来 所以基本上在有效发射鱼雷树上面 不会差太多 然后其他的命中啊都差不多 那这边效率也是稍微少了一点点 那原厂多了这个对于驱逐 巡洋还有空母这些额外提升10% 这也鉴定了原厂的伤害一定是比这个 偶像大清花鱼还来的高 基本上就是高10% 绝对跑不掉 因为他有额外的这个伤害 所以这个纸皮的潜水艇 就跟其他的纸皮潜水艇一样啦 他注定就是输这个金皮潜水艇 大概就是输个10%左右吧 好啦以上是关于这些新的偶像系列呢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那至于其他的角色 我会留到另外一篇在一起做介绍 如果我全部放在一起的话 恐怕这个篇幅会太大 有人会失去耐心 那我们这边就先做一些基本基础的一个介绍 那剩下的我们在下一篇再做另外详细的介绍 好那我是小鸣牛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